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却是女王最喜欢的儿媳妇 被称为女王的另外一个女儿 甚至还曾跟女王上演魔头杀 比丑里丹娜有福气 伊丽莎白女王拥有三儿一女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让女王费了不少心 大儿子查尔西身为王主背叛丹娜 出轨卡米拉震惊全世界 2005年把小三卡米拉取经门 仍然不受英国民众认可 女王唯一的女儿安妮公主一直以来感情不顺 婚姻不屑 被嫂子卡米拉抢国之爱 匆匆和侍卫结婚 后又出轨离婚再结婚 现在也只是看在女王的面子上 没有跟现任丈夫离婚 二儿子安德鲁王子也早早离婚 现在还深陷八卦中 一度成为了英国王室最不受欢迎的成员 如今仍然被暂停以妾王室职务 这样对比起来最小的儿子爱德华王子 反而比较稳一些 他虽然也曾经因为所在的影视公司 曝光查尔西王子私生活而火过 但是那也都是20年前的事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 爱德华王子是女王的孩子中 唯一一位没有离婚的 爱德华王子的四口之家幸福美满 在夫妻关系上情色和谐 对此爱德华王子的妻子苏菲功不可没 从苏菲早年的照片上看 她与轴里丹娜在涨价上有几分神似 但是要是说出身和个性方面 懒人却大有不同 不过丹娜远远远没有这个轴里有福气 丹娜自从1981年嫁入王室受尽了委屈 查尔西心里想的一直是卡米拉 婆婆女王觉得她任性不顾全大局 对于她屡次和自己说的婚姻不幸福 丝毫不理睬 小姑子安妮公主觉得她抢了自己的风头 总之婆家没有一个贴心人 和婚姻生活幸福的苏菲相比 丹娜真是太惨了 并且古今中外婆媳关系都是个大难题 而苏菲却能宣得女王的欢心 在英国王室中受人尊重 这非常难得 和另一个轴里卡米拉相比 苏菲更加是稳赢 女王对卡米拉的不喜欢 甚至都表现在了脸上 所以毫无疑问 苏菲是女王最喜欢的儿媳妇没有之一 苏菲出生在英国的一个中产家庭里 她的父母都是工薪阶级 大学毕业之后 她很快在伦敦找了一份公关工作 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在公关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 苏菲还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关公司 1993年的时候 29岁的爱德华王子 在一场慈善活动中 遇见了比自己小一岁的苏菲 后来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苏菲还曾经以爱德华女友的身份 出现在英国皇家游艇上 不过爱德华王子和苏菲 确定恋人关系之后 并没有像自己的哥哥查尔斯 和嫂嫂大安娜那样闪电结婚 在和苏菲谈恋爱的这段时间里 查尔斯和大安娜从婚姻不合 到分居的新闻铺天盖地 安妮公主也已经离婚 再婚 安德鲁王子离婚 看了哥哥姐姐们的婚姻经历 在面对婚姻的时候 爱德华王子能不慌吗 不过六年的相处 已经让爱德华王子 认定了低调美丽的苏菲 两个人终于在1999年的时候 在温莎城堡圣桥之教堂结为夫妇 此时爱德华王子已经35岁高龄 女王看到儿子终于找到另一半 心里当然是很开心的 在和爱德华王子结婚之后 苏菲迅速地投入到了王妃的角色中 开始兢兢业业的旅行王室职务 在结婚四年后 爱德华和苏菲的第一个孩子 路易斯宫主诞生 再后来小儿子扎姆斯 在2007年出生 细心的官友可能发现了 爱德华两次迎接宝宝选择的 都是同一件西装外套 看来这件外套对于爱德华王子 拥有着不可言说的异样 在苏菲嫁进王室之后 也许是和之前的公关工作有关系 苏菲做事一直走的是低调路线 从来不爱抢风头 同时处理事情仅仅有条 从来不会让女王失望 正因为她的这些特点 渐渐地让她获得了女王的喜爱 在不太繁忙的时候 女王会叫上她骑马 两个人亲密无见 并且女王还会带苏菲一起逛花园看花 女王穿着一身浅粉色的大衣 为了不抢女王婆婆的风套 苏菲特意穿了一件白色的淋衣裙 显得大方又得体 和彩虹女王不同 苏菲懂得在恰当的时候低调 而苏菲这种人淡如举的性格 也确实符合女王心目中 英国王妃的样子 之前女王就嫌弃过丹安娜 太过于高调 抢了本应该属于查尔西的风筒 在苏菲母亲去世的那年 女王还特意发了一张 对苏菲摸头杀的照片 照片上的苏菲 当年留着短发 女王则又充满母爱意的眼光 注视着她 两个人站在一起呢 看起来和真正的母女 没有什么两样 女王的这一举动 让苏菲非常的感动 在此后的年月里 苏菲慢慢成为了 女王身后巨大的安慰力量 苏菲是一个非常知道感恩的人 她知道女王婆婆 对自己的疼爱 所以她也加倍的 对婆婆好啊 就比如说去年 苏菲会带着孩子定期 去拜访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以免两个老人会感到孤单 不过拜访 当然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在女王重新回归政务的时候呢 也是在苏菲的陪伴下出席 除此之外啊 在哈利王子和梅根 诞出王室之后呢 苏菲从女王那里凌微寿命 承担起了本身 属于哈利夫妇的工作 在听说 菲利普亲王去世的消息之后呢 苏菲和爱德华王子 一大早就赶到了女王的住所 相比查尔斯王子夫妇 和威廉王子夫妇 都要更加的及时 当时的苏菲 因为公公的去世哭红了双眼 脸上呈现出肉眼可见的憔悴 之后女王还将葬礼 交给苏菲一手操办 女王之所以选择苏菲 除了因为是对于苏菲的信任以外 还因为王室中真的再也找不出 比苏菲更合适的人选 虽然凯特在王室中的人气 很高 但是她不比曾经从事公关工作的苏菲 有经验 为了菲利普亲王的葬礼 苏菲忙前忙后 不仅要操办 安排葬礼流程 而且还是要多次对外发表声明 最后她还是不负众望 将葬礼打点得津津有条 为了在葬礼上穿着得体 苏菲特意来申定做了一件高领的连衣群 以表示自己对公公菲利普亲王的尊重 而卡米拉却戴了一个笑话的口罩 也被人嘲笑说 是在葬礼上也不忘出风头 女王更是将这些都看在心里 相信老人家一定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虽然护花使者菲利普亲王不在了 但是女王还是有很多后盾 苏菲就是其中之一 在哈里梅根离开王室 以及菲利普亲王去世之后 苏菲和爱德华王子 也将被划分到更多的公武 这同时意味着 爱德华夫妇在王室中 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将来爱德华王子 和苏菲之对夫妻 为王室所做的一切 会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关注到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